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辰已到 多谢母亲 舍命为祸 警星四狱 昨天迎来大结局 欧家照常陷害徐家 徐娘为此入狱 假在心爱之人与家人之间的欧宴行很事挣扎 徐娘 公堂之上 修得胡言 你何时与永平侯和离 不过是想趁机将永平侯撇清干系 徐罗氏 你此言是何意 这位大人 何离书当然就是何离了 也就是说 我罗十一娘 如今已不再是徐罗氏 上面有永平侯的牵牙和手印 大人若是不信 仔细看便是 十一娘拿出何离书救侯爷 许多网友纷纷被这一段欲中深情学别给虐哭了 你知道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是什么吗 我真不应该自以为是 留下那份何离书 那不是侯爷自以为是 那是侯爷坚信 不会再让我受到伤害 是我辜负了侯爷的心意 我绝对不会放弃你的 有心无间 也有情 眼角 眉心 有飘不定 要坚定 彼此相依 要一起看天明 在等风起 又三月云 七月清晰 周星星 刀伤出过 说话究竟 芳华纪 又哪怕一千万里 都无意 在嫁给你之前 我对感情从来没有过期待 是你 给了我温暖的家 给了我最真值的感情 能陪你走到今天 我已经很知足了 徐令爷 嫁给你 我此生误会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永平侯夫人徐罗氏 等一品告命夫人 今此 不过最后侯爷 还是正常败坏实力 全宫方案 给了十一娘一个温暖的家 至于具体是如何方案 这边这五剧透太多了 可我却觉得 在我面临困境 疲惫沮丧之时 有一个人 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我 想方设法为我排忧解难 却丝毫不计较自身得失 对我来讲 这边是最大的幸福 我现在很幸福 这边是最大的缺乱